心平起乎 这个忍辱功德就先进了 心里头没有坦诚之满 清净平等 深知会不生烦恼 忍辱是三昧的情方便 不能忍怎么得三昧 三昧简单地说 就是智行一处 我们今天修忍辱波罗米 一举一得算是不错 最好是一举多得 我们把心就置之在阿弥陀佛上 再不能忍的事情 或者你一生阿弥阿弥陀佛 死就没有了 就能化解了 忍辱就圆满了 一样一样防得下 忍辱才能成就 真正做到 忍辱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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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命都不求 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忍辱少尉 学佛修了这么多年 别的东西没有得到 诸法诗相 看破了一些 真正明白了 佛在经上常讲的 凡所有相皆知学 包括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从哪来 从念头生 念是心理 物质是假的 念头也是假的 清净心中 一念不散了 其这一念 叫无师无名 也叫根本无名 所以佛教给我们 不其心不动念 不其心不动念 真心先进 真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学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统统是学 当题皆空 了不可得 这个道理神 很难懂 世尊 世尊讲这些道理 讲了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薄弱 有多少人开悟了 肯定不是全体 世家如来 当年发挥当中 真正开悟 我想应该有十分之一 那就相当不得了了 于念佛法门当中 得到开悟 念佛法门开悟是什么呢 真因相性 一点怀疑都没有 下定决心真相取 这就开悟了 二经二后 扎心闲化了 统统放下了 一句弥陀 念念相继 决定往生 这是 尽忠里头 大车大舞 决定的 对这个世界 没有留念的 在这个世界 就像再来人一样 再来人 到极乐世界 再回来的 回来干什么 回来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救活 自己一点都不迷惑 自己一点都不迷惑 自己要真正做出 极乐世界人的样子 就能够借引很多有缘众生 要做给他看了 日如当中 生决定性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